滑解滴心 滑航血汗 在国际航空台北大楼前举白布条怒吼 旗下持股过半的子公司洗滴工厂滑解 近50名的员工声泪俱下 控诉做了十几年 滴心不到2万元 我们要加薪 没有加薪 我们有没有加薪后 员工控诉每个月滴心仅1万5千元 加上交通费全勤之后还领不到1万8 得靠不停的加班才能增加收入 超过劳动部规定的基本工资 就算是干部阶级底薪18000多 加上职务加几交通津贴 再扣除劳健保等费用 每个月实领2万2 也只能勉强过生活 员工不满国际航空 去年营收将近1500亿元 滑解跟着受惠 近6年来最后尽力超过1000万元 去年更是冲上5200万元 但是却让员工做领低薪 我们以102年跟103年 这两年做历史的话 每位员工的调薪的幅度 都在2%以上 优养特别多的时候 可能会加班公司会多一点 滑解表示公司成立17年 但前12年都在亏损 直到近5年才开始为员工加薪 强调一切合法 也会针对公司与薪资 进行劳资协调 借了林东民张红台报道